昨天的晚間九點多 還宜蘭縣民族路上 有一間修車廠突然起火燃燒了 而且火勢燃燒得相當的快速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沒有多久整間的修車廠都陷入了火海 停在前方的機車也被波及 而當時住在隔壁的修車廠 老闆先聽到了巨大的聲響 趕緊跑出來查看 沒有想到一看才發現 裡頭已經燒了起來 趕緊報案 幸好已經是下班時間了 沒有人受困傷亡 火勢也在半個小時之內被撲滅 總計燒毀面積是三十二坪 還有四輛的汽機車受損 至於為何會騎火 還有在做進一步的調查 個禮經